同学们好,今天我们将讨论排球战术教学。 大家知道,排球战术分为防守战术和进攻战术。 排球比赛中,除发球外,其他所有的进攻都是从防守开始。 排球比赛首先需要用到的集体战术,就是揭发球防守战术。 在学生掌握了进攻战术后,就需要学习揭扣球防守战术。 因此,我们先讨论揭发球防守战术的教学,然后讨论揭扣球防守战术的教学。 防守战术的教学步骤包括掩饰讲解、基本战位分工、结合球简单条件取位、结合进攻的防守取位以及配合。 现在,我们以五人揭发球阵型为例,讨论揭发球防守战术的教学。 学习揭发球防守战术需要讲解基本阵型、每个人的分工职责范围以及配合方法。 可以用砂盘演示,或者选择六名学生上场演示,边演示,边讲解。 基本站位练习 使学生明确排球场上的区域划分,六个位置的关系,弄清楚自己所在的区域以及轮转的方法。 了解五人揭发球的基本阵型、每个位置的基本取位、移动范围、负责的揭发球区域以及配合方法。 结合球的分工配合练习,可以从教师隔网抛球开始,通过选择不同的抛球位置,让学生理解各自的分工区域以及相互间的配合, 比如前后排之间的配合,左右之间的配合等,然后过渡到教师隔网发球,从近距离发球到远距离发球,逐步增加判断的难度, 继而可以是学生在端线发球,进一步增加揭发球判断与配合的难度。 揭发球防守战术的教学,我们就讲到这里,同学们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